而花林县议会22号上午办理 花林县议会议政咨询委员会筹备说明记者会 由谢国荣执行长来主持 议会陈德会秘书长率领全体主管列席 而这一次主要是在于公告周知 并且也欢迎各界共享盛举 借由现议会之委会来强化民意 与地方政府及中央的沟通桥梁 谢国荣执行长指出 议政咨询委员会设置宗旨 为强化民意以及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在沟通上的桥梁 促进地方民意与施政方向的相互契合 建立地方意见交流的平台 组织宪政发展智囊团 汇集基层对于宪政的意见 议政执行委员会的成立 通过本次的说明 互动的交流 了解本会的成立委员 会的终止及执行要点 借着媒体的力量报导 让本县县民民意代表及各行政机关 获得认知 待完成的编组 正式成立 因作后 我们有效的展开工作 家会县民及驻场宪政执行 祝福我们花莲 繁荣已进步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PewPi 然后能够往那建议 让我们花莲县的乡亲 能够通通进来 来提供我们这个宪政建设的这个意见 所以我们也非常把我们所有的议员 全部纳入为党党委员 这个将来在运作上 他们一定是党党委员 那再来就是我们会希望在各乡镇 会有一些联络人来联络 然后来帮我们收集资料 甚至我们会不定期的 依照任务需要的话 我们会前往乡镇区开这个座谈会 那往那建议 最后我们再将他们这个建议收集起来之后 我们会透过议员体验的防止 进到大会 完成这个法定程序以后 提供给县政府 所以这个建设的建议 陈德惠秘书长强调 未来委员会的执行要点 针对宪明关注的公共政策 广收意见 策进建言 召开委员会与地方的座谈 决议事项将纳入议员的建议案 鉴请县府执行 并听取意见 推出优质的政策 期盼与县府共同创造美好的花莲 而委员会的相关人员 以及幕僚工作人员 均为无几职 记者凌桀 花莲市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准备